同学们双手合十 祈求祝福菩萨庇佑考试顺利 还跟着庙团法师一同攻读星云大师为考生祈愿文 不过仔细看这里可不是佛堂 而是回教徒的祈祷师 墙壁上写满伊斯兰教经文 这一天法师率领国际法会南马协会事故来第二分会 来到新马寺附近校园 为里头一百多位华人学生举办考生祈福 简单庄严仪式也像是一堂宗教课 让同学们更懂得尊重与包容各宗教之间差异 收获满满 原路易是马来西亚新生 综合报道